文水清清北京时间9月26日 在刚刚结束的女篮世界杯中 凭借姑娘们的顽强斗志 拼搏精神 最终球队以87比719击败对手 迎来一场宝贵胜利 儿子李梦和韩石等主力 被彻底冻结情况下 姑娘们还能完成大逆转 亮起冰宫不可没 韩石仅5分次篮板 二方该近6年来 周期大赛比中国女篮 已经好久没有战胜过日本女篮了 魔咒体现日本场比赛 首节战爆次节 一分钟后 女篮已经以21比29落后8分 比赛走势不容乐观 关键时刻李立文站了出来 在长城两分钟得分荒中 是他金子般的三分先缩小分差 二后韩石若平障 班守护游戏去数次成功后 黄思静又一立三分 分差缩小至仅两分 绝半场才有两分钟处 又是李立文的强突刺者 打开日本防守线 二后李月如门如法炮制 一波8-0攻击波 女篮在半场结束时将分差 电格至次16-40次完成散抽 韩续经五分入战 李月如也仅四分次篮板而已 姑娘们还能完成逆袭 少婷的定海神真是十二分来 李立文的八分和李源 四五分次篮板 二助攻是关键 少婷强突内线下半场一边在战 高前真心下起三分鱼 姑娘们一度建立起的十分优势 瞬间被残食 当比分被追至53-56处 李立文在于丹奇兵之校 她被一次强突上来 再次打破得分框 二后湖顶又一粒金子 搬得三分在注视 夹着孙孟然的二加一 和韩续的大帽防守 姑娘们浇灭了日本队的反扑势头 以67-57的十分优势 进入末节决战 日本想反扑 可没有韩续阵守 外有杨立文 立月祖 和黄思静们助力 虽然他们还不成熟有欠缺之处 但姑娘们依旱完成了意志 勇于拼搏的精神 在法规战术中 稳稳收下胜利 初中跨世界八强外 更重要一点 姑娘们终于打破魔咒击败了日本女兰 刘家全门低迷 杨立文和黄思静 起起兵之下纵观本场比赛 当韩续五分四篮板二封盖 李源西飞系助攻和李梦八分门等主文化球员被日本女兰遏制 赤少廷领袖 至十六分四篮板灵魂之校 以及李立威的十六分二助攻和黄思静的十四分九篮板七助攻输出之果 这是一领袖双骑兵的经验发挥 女兰才中原孟八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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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